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往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关于我们的财商 我在之前有讲过我们人的财商分为会赚钱,会存钱,还有会花钱 很多观众朋友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给大家多讲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其实一个人的财富累积的关键在于会花钱 而我们现在市面上或者是各种的教材 大部分教给大家的是如何去赚钱 然后如何再去存钱 很少有人讲这个会花钱 因为好像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本来就没挣到什么钱 也没有什么钱 还考虑什么理财呢 你不要觉得我说这话很奇怪 其实我身边还真有不少人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都没有什么钱 我干嘛要学理财呢 我应该学的是去赚钱 但是实际上你的财富真正累积起来的关键 就在于你会花钱 两个同样的文化背景 同样的工资的两个家庭 一个会花钱的人和一个不会花钱的人 整个人生的这个财商的路啊 将会走出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首先我们讲这个会花钱 那对于很多人啊 就像说好像很多有钱人 当他真的有钱以后 他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啊 我的钱应该如何拿来投资 如何钱滚钱 如何正式的 如何去思考我的钱 应该怎么样花的更有价值 这可能也是以往现在慢慢财富自由以后 我会更花心思去考虑的问题 那以前我确实和普通人也一样 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如何赚钱上 所以我是一个购物狂 我能赚我也能花 可是我现在 当我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如何投资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 天哪 如果我早早的就知道这个理念的话 我可能现在的财富会要翻几倍以上啊 或者更多 所以我希望普通人啊 就是我们大家普通大众啊 所有的普通人都应该尽早的去看这个视频 并且了解这个点 积攒财富的关键在于会花钱 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其实都是给你的人生在做一个投资 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找来看 那个视频叫做 一块钱不等于一块钱的价值 那我们我说过 当你花钱的时候 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如果你都能把它价值最大化的话 那别人一个月同时 可能都是赚四千块钱啊 我比方说啊 四千块钱一个月 那不会花钱的人 他赚来之后啊 我乱花 我爱买什么买什么 我吃什么 然后我心情不好 我也买东西 我为了安慰自己 我也出去购物啊 我这么辛辛苦挣人的钱 我干嘛不花呢啊 就把钱浪费掉了 那他基本上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可能才能存够他的第一桶金啊 拿来投资 或者是拿来买真正他需要的东西 而如果你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呢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首先我说极简很重要 为什么极简很重要 因为当你用了极简理念 过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通过极简理念去找到 什么才是最适合你的 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那你所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买到的东西都是你需要的 对不对啊 而且在这个需要的情况底下 你又考虑到的是 如何把这个钱价值最大化 所以你买到的东西 它必定可以你更喜欢 或者是更适合你 或者是用的时间更久 那在这个很久的过程当中 你就等于别人用物品 一年换一样 你可能用十年 这个十年就已经是 把这个一个物品的价值最大化了 这个理念 我已经在很多视频里面提过了 对不对 而且我很高兴了 是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 已经开始实行了 这种存钱的方法 在这里呢 就不得不要提一下我妈妈了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 我自己家庭是非常富裕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不缺吃不缺穿 总是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然后上学校啊 兴趣爱好 想什么 想做什么 我妈妈总是尽她权利去满足我 可是等我长大以后 我才会发现 我的妈妈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她的工资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普通人开始的 她也不是说什么 做什么大生意啊 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官的啊 后来呢 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 她的主要原因就是 她从来不把钱浪费在 没用的东西上 例如吃啊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会煮饭的人 她可以给她 随便给她几样东西 她可以煮出非常美味的食物 而我们家经常请客 就是家人啊 她每次做东西都是 给她弟弟妹妹都送去啊 我外公外婆啊 都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呢 离里连设的 也特别喜欢来吃她的东西 我们家总是是 拥有很多很多食物的 那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就觉得 哎呀会不会浪费啊 在这个前提就是 她很懂得去买最便宜的东西 然后做到最美味的食物 然后可以就说 不单我们享受了 而且还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而我们日常生活 你想想你自己啊 比方说你跟你不想煮饭 你就要去买外卖啊 那或者说我喜欢吃零食啊 我就买一堆回来 我买食物 买一堆回来 放在冰箱里边 可是到头来 我们真正吃到嘴里边有多少 可能大部分都丢掉了 坏掉了 烂掉了啊 例如我以前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不会煮饭的人 我也不喜欢煮饭 这应该怪我妈妈 因为她太会煮饭了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无形当中 其实浪费掉很多的食物 那就食物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金钱 对不对 可是如果在我妈妈的手里边 她就可以把同等的食物 可能能吃很长很长时间 甚至能请很多人 都是吃上这美味的食物 这就是差别在这里 非常大的区别了 关键是 它没有浪费 而我们却浪费了 为了我们的钱财 对不对 那至于穿衣服呀 打扮也是 那大家可以回头 看看你的衣柜里边 有多少衣服 是你每天都在穿的 有多少衣服 是可以让你穿上去 又漂亮又美丽 给你带来实质性价值的东西 做极简啊 这个真的是让我彻底的反省 因为我的架铺天盖 这个东西 等我极简以后 我就会发现 真正对我有价值的是非常少的 而我当时买回来 我觉得这个好有价值 我喜欢好看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 当你不用它的时候 它放在角落里面 它其实就是垃圾 对不对 特别是当我断舍离的时候 我就感觉 天哪 我这是在断掉 扔掉我的钱呢 对不对 还好的时候 我们澳洲很多这种二手的 就是回收嘛 所以我东西基本上都捐掉了 我说至少我是捐掉了 我心里还没有那么难过 对不对 如果你直接扔垃圾桶里面 你真的会觉得很难过 你的钱就扔进垃圾桶里了 所以我们放眼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 由于我们的寄信购买 你花掉了多少多余的钱 你都浪费掉了 对不对 那后来呢 在我真正开始思考 我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是投资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根本不需要买东西 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 我喜欢的东西 并且是适合我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积攒出来很多钱 然后我们可以拿一笔去 比如说你想买房 那你就有了首期 你想做生意 你可以有了启动资金 对不对 你想供孩子做好的学校 你就有了一笔钱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 而一个人当他变得更富有的时候 首先的就是 他需要这个启动资金 如果你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存到这个启动资金的话 请问你又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钱呢 我们整天都在努力的说 我要挣钱 我要努力挣钱 对 努力挣钱是对的 但是 为什么我们人 是有从年轻到年老 它是有个生老病死一个过程 对不对 它的顺序就是 趁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还有体力 所以我们可以靠出卖我们的体力 付出我们的精力和时间 去换钱回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 去积累财富 因为我们不需要拿钱出来去做什么 对不对 一份工作是最好最好的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身的这个 本身的资产 来换取金钱 来储备钱 而很多年轻人趁年轻的说 哎呀我不想工作 我不想做 我可以告诉你 这其实是你最宝贵的一段时间 你可以不用拿出任何的资本 就可以换钱回来 当然在你有能力的时候 尽量努力的去凭你自己本事 去赚钱回来 那等你在 你越努力 你的启动资金 就越快形成 而启动资金形成以后 你就可以靠它来去做生意 比如说做你喜欢做的生意 那至于买房产有人说 哎呀那我买房产 我不成了房奴了吗 特别是最近很多就是烂尾房 什么的 这里边大家都要考虑了 你的第一个房子 也可以是投资房 也可以是资助房 当然这里边就是 我不是专业的了 那我就不讲那么多 但主要的是 当你有一个 当你买到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有这个 你有一份好的工作 你可以从银行借到钱 买到一个房子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并不是说 我要拥有这个房子 而是你拥有了 可以从银行借钱的资格 也就是你可以通过 这个供房子的这个过程 而启动更多的资金 这里边的知识呢 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了啊 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就是你踏上更高层级 赚更多钱的关键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 我们40岁了 50岁了 其实这个时候 你的体力就已经在下降了 然后我们就应该开始慢慢的开始规划我们的退休计划 开始来计划我们的财富自由 来就是说投资更多的被动收入 让我们准备啊 当我们体力不行的时候 我们不能再靠我们的时间 靠我们的精力和体力来出卖 换回金钱的时候 至少我们有一些启动资金 可以让我们钱滚钱来供我们来养老 但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听了以往的话了 学会极简了 学会去思考你所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并且把它价值最大化的话 你就一定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 等到等你到40 50岁的时候 你就绝对有足够的资金 让你可以启动 然后呢 等到你六七十岁的时候 你就完全真的是可以退休了 我说的这个退休年龄呢 是澳洲的法定年龄 这是60岁以上 是澳洲的法定年龄 那他们为什么要定在60岁以上 是因为当我们人真正到了60岁以后了 人的精力就真的是不够了 所以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你就一定能达到财富自由 当然了 如果你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财富自由 那最好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只有一份普通的工资的话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依然也可以达到财富自由 你照着这个方法 也依然可以积累出 非常非常的多的财富 并且生活不会过得差 就像以我妈妈的例子来说 我们穿的好吃的好 他可以供给我最好的教育 甚至还把我带到了国外 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凭着他的财商的智慧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所以这个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关键就在于 你有没有在思考这个点 不要说等我有钱了 我再去思考投资 挖钱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的 而是你从一开始 当你从赚钱的那天开始 你就应该思考 我该如何赚钱 我该如何存钱 我该如何花钱 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